今年太陽化劑啊 大家爭奪一段完了之後呢 太陽化劑會做什麼事情呢 接下來下半年呢 我們第一個會碰到 其實是無許化科 經濟狀況是會比較差的 中秋節過後呢 延續著那個太陽化劑的力量 再加上明年太陽化劑 日月同時都出現在化劑的時候呢 下半年度會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今年呢其實已經過了一大半了 我們現在七月了 整個半年都過去了 那我們在去年的趨勢預測裡面呢 年度趨勢預測裡面呢 我們就跟大家講了 整年度有個重要的著作 叫做什麼 叫做自律 因為年或月或是大限 這些月呢 其實啊 它在判斷的 根本都不是命盤 它判斷什麼 它判斷的是絲化 也就是老天跟社會之間 就天干跟地支之間的 彼此衝突跟彼此融合 而產生出來的變化 那今年呢 因為這個是假年 連真化錄而太陽化劑 那絲化之間呢 它是起於劑而終於錄 我們因為有空缺 所以要去尋找 什麼東西來彌補這個空缺 太陽化劑很顯然的啊 我們才過了上半年 我們就會看得到說 各種各種的爭鬥 誰要當頭的爭鬥 各式各樣 但是我們也在當時就跟大家說了 露水既走 我們什麼東西空缺 要用什麼東西來補它 那用連真化錄來補太陽化劑 所以呢 在這個年裡面呢 只要能夠明哲保身 然後只要能夠按規矩做事的 只要能夠好好的守好自己該做的事情的 而不是去犯法衝撞 像上半年就有很多人啊 甚至連國家的憲法都不管 在做這種連真化劑的事情 然後就出事了不是嗎 因此呢 這個假年的主軸 我們在上半年呢 基本上已經看了一大段了 之前由來我年運的朋友 應該有非常非常深的感觸 接下來呢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下半年 除了我在年運裡面講到之外 下半年 我們要注意什麼事情 並且 每一年每一年呢 它都會有連續性的 明年走乙 乙是太陰化劑 乙的太陰化劑呢 差不多會在今年的最後一季 你就會開始感覺到 天氣化路跟太陽化劑的跡象 然後會在今年的 系列12月 也是英曆的11月 你就會開始感覺到 很明確的 太陽化劑的情況 並且同時融合的太陽化劑 會有這種混亂的狀況 如果有長期有觀察我影片的朋友呢 就可以知道說啊 那個白色力量要出狀況 這個我早就講過了 這中間呢 會出現 國會亂症的情況 這個我之前都講過了 一條條在出現 不要再來告訴我說 秘理就講秘理 不要再講政治了 我要再重申一次 歷史上著名的大師 歷史上著名的高手秘理師 全部都是要討論政治的 無一例外 諸葛亮 劉伯溫 張良 這些這麼有名的人 誰不是要去關心政治狀況 然後才能夠去判斷很多事情 你不會知道這國家的政治動亂 你怎麼去判斷他的股市 因為人畢竟是活在社會裡面嘛 下半年 上面的大頭在爭鬥 可是呢 不管怎麼樣 必然一定會有一個人 他是連真話路去補了太陽化劑的 所以呢 到下半年的時候呢 四化的運用啊 通常在最後三個月 也就是英歷的10月11月跟12月 太陽化劑的狀況 會是最嚴重的狀況 環境的關係在判斷的時候 通常是看跟我們有關係 譬如說 跟我們有關係的 大概就是台灣的 台灣的領導人 日本領導人 美國領導人 那個中國領導人 所以我們只要考慮這四顆太陽就好了 什麼叫太陽化劑 太陽會產生空缺 那有誰來彌補他 因此呢 在這個環境裡面 只要是哪一個領導人 不管是國家級的領導人 城市級的領導人 或者是政黨的領導人 或者是公司的領導人 只要在下半年 明哲保身 都不要亂動 都很安靜 都不要囉嗦的 好好做好 在制度內他該做事情的呢 他就會是最後的勝利者 那如果那種要去破壞的啦 因為太陽化劑嘛 太陽要主導 利用主導的力量 而產生了空洞 利用手上的權力而 去造成一些空洞破壞的這些人 如果本身自己沒有 好的自律能力的時候呢 那當然有可能就會被換掉了 因此快的話 終結前後 慢的話年底 我們就會看得到 有重要的領導人 會崩解掉 這個是很明確的訊息 其實不只是我 很多人都已經提出了這樣子的看法了 只是說我們在很前面 我在去年我大概就提到了 接下來下半年呢 我們第一個會碰到的 其實是無許化科 就台灣來講 或者是說華人圈來講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跟我們有關係的各地的經濟來講 在下半年呢 坦白說經濟狀況是會比較差的 無許化科 大家那個錢都要跑出去要花掉 錢都要漏出來 所以經濟狀況確實是比較差的 錢都不夠用的感覺 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的努力好像得不到明確的回報 中秋節過後呢 延續著太陽化劑的力量 因為我們講說每一年 化劑的力量都會在最後 再加上明年太陽化劑 日月是天向最亮的兩顆星 日月同時都出現在化劑的時候呢 下半年度坦白說 會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方方面面很混亂的狀態 國家政策到社會的脈動 都是非常的不明確 你不曉得你該要怎麼辦 相對來講 人心也是非常非常浮動的 就企業角度來說呢 會在接下來三個月 已經開始有企業 可能要說邊 我們會聽到 中國會有更多的企業 大型企業要倒閉 傳統的產業 有更大型的波動會出現 但是化科不見得只是不好的事情 它有名聲嘛對不對 所以呢也會有很多傳統產業呢 它有轉型成功的話 那它會在下半年 我們會聽到很多 尤其是台灣會很多 本來是傳統產業 然後轉型成功的案例 有在做投資的 這一類已經有在進行轉型 跟有高度技術的這些公司 其實都可以注意 產業龍頭有可能會還任 如果這個產業龍頭 它是太照鏡的 譬如說狀況不錯 態度大肆的擴張的 這樣子它可能就會出問題 可是如果說呢 它是穩定在成長 本來就是很穩定在本業上面的 那這個龍頭呢 基本上啊 到年底狀況是還不錯的 就個人來說呢 因為接下來三個月啊 絕大多數啊 都在無曲化刻的狀態 所以呢 接下來三個月呢 不可否認喔 會是大家 一個比較容易破彩的月份 下半年會建議大家 明哲耳保身 不要亂動 到了年底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太陽化劑 我們會看得到 整個局勢的變化 本來看起來很強悍的 會在年底 會通通都變得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下半年局勢狀況 今年的農曆的 差不多十一月左右 你就會看到太陽化劑了 那接續的 今年太陽化劑 這麼明確的政治鬥爭 跟這麼明確的產業鬥爭 譬如說Intel 過去根本就看不起台積電 現在完全被台積電 壓在地上摩擦 今年換人了 這個就是太陽化劑的力量 他如果沒有好好做好他的本業 就會被換掉 沒有維持好那個自律性 就會被換掉 今年太陽化劑 大家爭奪一段完了之後呢 太陽化劑會做什麼事情呢 太陽當然就是月亮的力量 也就是隱藏版的鬥爭 會再來一次 會怎麼樣隱藏 如何隱藏 太陽化劑用什麼來解決 今年的太陽化劑 我要靠自律來解決 明年靠天積化路來解決 天積化路叫什麼 善於邏輯思考 應變而產生出來的能力 明年我們要怎麼來 利用這個天積化路 來面對太陽化劑呢 我們會在年底 一樣的舉辦我們學會的年會 每年我們的年會呢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學生會來參加 並且我會開放名額給我的粉絲來參加 希望大家永遠來報名 我就會在年會裡面 預先發布對於明年的趨勢預測 謝謝大家